随着东游西藏共享地球第三级活动 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实施 我去115个A级景区全面免费开放 吸引着八方冰棚畅游高原大地 正在八阔街逛街的是来自重庆的吴超夫妇 吴超作为一个资深的西藏迷 每年他都会来西藏旅游 这个暖冬他带着自己的爱人再一次选择来到西藏旅游 我最喜欢的就是太阳 太阳太舒服了 这里的冬天 2月1号起 我去东游西藏共享地球第三级各项特殊优惠政策 正在稳步推进 布达拉宫 罗布林卡 大昭四等我去115个A级景区 对游客已经全面免费开放 这也让不少游客选择东游西藏 当时来的时候也是想着冬季旅游政策 就出于这个原因 来到西藏对游客的优惠 让我感觉到我在西藏的旅游是非常的开心 计划的下一步 我们还要把拉萨的周边 洋湖还有罗布林卡都要去一遍 然后充分地感受一下 让到这个魅力 我们有看新闻说了解到就是景区 特别是布达拉宫的本票是免费的 天气又很好 然后呢景区又有优惠 然后我们会觉得 一定会来下一次 在各大旅行社旅游公司 针对东游西藏共享地球第三级特殊优惠政策 也做出了相应的举措 东游西藏新闻发布会以后 我们公司高度的重视平台观念产品 库存清空以及线路产品的价格调整 充分利用该企业在智慧旅游西藏品牌 进行推广发布宣传 东游旅游 游客最担心的就是高原反应 而在西藏各市地县级医院都配备了高压养仓治疗 游客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接受相应的治疗 由于高原独特的第三级 加之我们自然风光的差异 西藏这个是阶级里面炙热的阳光 其他地方都感觉不到的东西 在这里可以感觉到 真诚地欢迎我们国内外的游客 都到来西藏观光和旅游